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旅宿夜受到了重創 而臺北市搶先再推出加碼旅遊補助 時間是從十二月到明年的三月七號 補助十萬名自由行旅客 以及十萬名團客到臺北來旅遊 儘管疫情虛緩 但國際邊境持續封鎖 北市觀光旅宿夜失去外國旅客 受創嚴重 台北市十二月再推出秋冬安心旅遊補助 不限戶籍地到台北市合法旅宿夜入住 每人補助千元 自由行家團客開放二十萬個名額 團客從十二月一號開始 那自由行是從十二月二十四號開始 一直到明年三月七號登節結束 大概我們準備兩億的補助費用 來支持我們台北市的旅館業 整個觀光旅遊產業的產生 大概八千億 然後基本上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從事出境或入境旅遊的部分 那因為在交通部的號召之下 我們就全部在往國裡來做一個大幅度的發展 台北市長客聞者強調 邊境管制嚴格 國內日子還是要過 希望透過這次補助 號召二十萬人來台北旅遊 台北加碼購分為自由行補助 與團客補助 來台北自由行十二月二十四號 到明年三月七號限定平日 每房折抵一千元 名額十萬人 每人現用一次 團客部分鼓勵旅行業者規劃 北市兩天一夜旅行團 行程包含四處台北商圈指定金店 入住一晚一餐 補助業者每人一千元 交通部觀光局也將在明年二月八號到十三號 推出春節專案 與北市旅遊加碼春節期有重疊 屆時旅遊補助 中央與地方是否只能擇一 北市府表示台北市沒有限制 也判中央開放互惠 記者中央的新台北報道